《我的秘密室友》正在热播中,该剧是《1006房客》的大陆版,只有24集,看起来一点也不浪费时间。 王牌律师何正玉在经历事业滑铁炉后,搬进一间老旧公寓。 在某种神秘力量下,何正玉与来自四个月前时空的热血女记者陈嘉兰相遇,并被迫成为了室友。 每晚有46分钟的时空融合,何正玉和陈嘉兰慢慢地了解了彼此,并开启了一段穿越时空的爱恋。 何正玉因为女明星离婚案,被合伙人踢出律所,何正玉该享有的一切权利都享受不了,她只能退出律所,成为半失业状态。 何正玉在路上捡了一个千纸鹤,回到家挂到一个假盘井上。 每到晚上的十点左右,这个千纸鹤就会发出淡紫色的光芒,随后四个月前的陈嘉兰就会出现。 前期剧集音悬念音速、时空重叠等元素,把恐怖气氛渲染得很到位。 比如何正玉的洗手间多出来的漱口水,丁箱里停空出现的过期果汁,一旦时间重叠后,房间里就会出现很多女性用品。 随着剧情推进,何正玉和陈嘉兰真正相遇了,刚开始他们是敌对的,何正玉把陈嘉兰当成女鬼,陈嘉兰把何正玉当成变态的色狼。 幻想元素的加入,也让该剧披上了悬衣的外套,男女主通过这个合理的契机相遇。 男主何正玉的高智商显出来,他为了调查背后的真相,以及为了阻止自己代理的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,减少损失,把伤害降到最低。 何正玉是一名律师,他很有天赋,只要他出场没有不成功的案子。 杨旭文也演出了何正玉的特色,戏装造型很有精英范,杨旭文也与人物形象没有为何感,演技也很在线。 何正玉身上也有喜剧感,尤其是把陈嘉兰当成女鬼的那几集中。 何正玉胆子小,看着女主消失在自己眼前,他惊恐的眼神配上发抖的身体,完全是一个弱男主的模样。 陈嘉兰是一名正义感爆满的热血记者,他在工作中积极向上,精神饱满。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,陈嘉兰嘴角总是挂着笑,笑容治愈了一切烦恼。 很多言情剧中的女主几乎都是一个类型的,要么是傻白甜,要么是大女主,而陈嘉兰则是另一个类型的,女汉子模式。 陈嘉兰对工作很负责,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,用笔杆子说话。 但也因为主观判断缺乏证据,也是被何正玉反驳了几次。 向寒之塑造的陈嘉兰甜而不腻,尤其是把何正玉当成变态时,就对他各种征服,开启了战斗机模式,反差萌很强烈,向寒之的表演也很真实动人。 向寒之是典型的林林后演员,他曾在小敏家饰演了黄磊的女儿陈嘉嘉,陈嘉嘉一角戏份不多,却让观众记住了他。 向寒之的表演很真实,无论是和母亲李廷相处,还是和父亲黄磊相处,他都有自己的想法。 向寒之也在不可思议的情郎,公子,我娶定你了,百岁之好,一言为定,等网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。 陈嘉兰的人设很稀粉,作为一名记者,他很努力,很有自己的想法,他为正义发声。 作为新闻记者,陈嘉兰明显经验不足,他却愿意努力学习,跟自己死磕,渐渐地在新闻界站了了脚跟。 他曾经写了很多篇爆款新闻,很多新闻都挂在热搜榜上,点击量已过亿。 除了男女主人设西粉,演员杨旭文和向寒之表现不错,另外时空重叠设定与剧情完美融合,故事发展很自然,悬疑感拉满,各种疑点也引起观众持续追剧的兴趣。 在配角方面,曹征又演了个有争议的角色,他就是武安文,也就是女明星武吉隆的哥哥。 曹征是演反派出名的,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幸福到万家中的万传家,红高粱中的钱玉朗等。 想看言情剧佳玄一句《我的秘密室友》,可以看一看。